大家好 昨天晚上在这里休息了一个晚上 因为昨天我到这里那个 很晚了已经在下雨 现在今天 有一点太阳 现在把那个房卡给退了啊 然后我就去 来到十农价嘛 野人是肯定看不到那个金丝盒 肯定还是去看一看 不然的话这个心也不甘了对吧 昨天晚上在这个客栈住了一个晚上 老铁人你们猜猜花了多少钱 这个以后来到十农价旅游啊 看一下这个房间挺好的 冬秋风格挺漂亮的啊 这个全部的冬秋都是 带这种古典型的 你们猜猜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哈 住一个晚上多个钱 其实还是不贵的 多少钱我就不讲了 这个价格的话好密啊 哥哥让我看看一下 今天我们首先 去那个关门山 这边看看 有没有粉丝朋友们 哪一个这里的 哪一个这里的 给我推荐一下 哪里 最好玩 来了我们就要玩啊 必须玩 走吧 插了 刚刚 出来 首先我们要把体力补充好 吃一个炖鸡蛋 还煮了一碗牛肉面 牛肉面是我的最爱啊 吃早餐我们要吃饱一点 吃个有营养的 然后我们待会儿 蹲山采取鸡 关门山到了 现在我们就进去哈 哇真的来到这里 天人养胖 今天去逛个山里面 看什么 先不告诉大家 进去赶紧进去 很珍贵很珍贵的东西啊 刚刚 走到这里 我看到那个 悬上面有头民俗 今天晚上不走就住那里了 现在我们去那个 公邸区里面 有没有想跟我一起来 这里游玩了 刚刚我 问了一些来的游客 这里面主要就是 看熊猫 像我一个大男人 去看熊猫 我觉得还是不大好 本来看熊猫要带着孩子啊 孩子就喜欢看熊猫 你 在黑夜里 聆听你的声音 突然感觉走到这里 其实还是很徘徊的 说明最新话 因为我来这里这次 我也是想起 以前我跟小小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跟我讲 这里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想起 他跟我讲起 那个时候 他说在这里开了 几个月的民宿 所以 这次来到这里 我也是想来 携一把那个 这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哎呀你说我这个人 有的时候男人其实他是 有些男人哈 他不重感情 像我的话就是对那种感情 比较专一的人 现在想想的话 两个人整齐 这么长时间 你说没有感情 我自己又骗不过我自己 因为感情 在我心里是有的 不知道在他心里有没有 还有今天 突然早上起来感觉 其实想了一想 两个人就是 相似一场嘛 也没有必要去 激怨人家 人这一辈子 就是 很多的东西 舍弃 得到 即使没得到 曾经我们也悠悠果放 我觉得 做人应该这样子的 不要去计较太多的过处 以前 很多的人总是跟我讲 格局哈 还有就是说小伟 没有把格局打开 格局不就大 如果今天我想起的话 这个格局 算不算打开 老天们 你们觉得英明应该这样子啊 其实人真的没有必要去 怪别人 也不要去恨别人 如果说你要怪的话 那就怪自己吧 这么好的世界 我们来到这个人世啊 能相似真的是原生 现在我想了也想 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 毕竟来讲 像我们做互联网 自媒体这一块啊 很多粉丝朋友们 观看我们 作为正能量的思想和角度 我觉得 关心一下他 就免得别人说 啊就是 跟你分手的女人 都被你伤害成什么样子 或者说 觉得你是一个无情的男人 其实拿起这个电话 我心里也是特别的 没有勇气 换低谷 但是的话 还是的鼓住勇气 问问他现在过得怎么样